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4月12号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姜天。 从参加这次核峰会的各国领导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全球对核安全问题的重视。 那么这次会议会取得什么成果呢? 美国新公布的核战略以及美俄刚刚签署的削减核武器条约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奥巴马和胡锦涛的这次会晤会讨论哪些问题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先生,就是Randy Shriver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大家探讨这些问题。 薛瑞福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电话号码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您可能要先拨108-710,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除了电话之外,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的电子邮箱是 us 新闻 at gmail.com 现场直播 及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新市大家谈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讨论。 薛日福先生,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刚才我们新闻报道里也谈到了这次核安全的峰会。 这次峰会有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参加。 那么这个峰会,现在你估计会有哪些阻力呢? 除了支持的一面,会有哪些阻力呢? 据我所知,这个峰会的重点是放在各个国家 要如何保护他们的核材料,不要落入二人之手。 所以如果有任何阻力的话呢,可能是来自于有些国家 担心国际社会或者是某些国家呢,他们自己的计划信任不够。 还有某些国家的计划呢,可能是过度的干涉。 但是大部分的国家呢,是有共识的,而且这么多国家参与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共识。 那么这个会议的宗旨啊,就是要防止一些新的国家呢,拥有核武器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和韩国,这些他们就是还没有核武器。 但是呢,有些人认为他们已经有能力啊,研发核武器。 那么对于这样的国家,人们有,会不会担心他们去发展核武器呢? 的确是有些人担忧说,无核武国家现在会想要发展核武器。 但是日本还有其他国家今天也来参与了峰会,他们并没有拥有核武器。 因为这次峰会的重点是放在核材料的安全,包括任何在使用于核子的这些材料, 包括核能,还有核武,所以拥有核材料的国家,还有与核交易相关的国家,都一定要加入这次的对话。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核材料,或者进一步的核武器啊,落到恐怖分子的手里。 现在这个核武器呢,当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是比较明确的,并不太多。 可是呢,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拥有核武器,它有核电站,那么核电站呢,也有核材料,是吧。 这个目前在据你所知啊,我们这个全世界啊,在防止这个民用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的手里。 在这方面这个保全安全措施啊,是不是可以令人放心呢,还是很令人担忧? 的确是有令人担忧的原因,因为我们大部分呢,是靠各个国家,他们自己来保护这些核材料。 这也是这一次峰会的目的,那就是要分享最佳实力,还有看要如何确保核材料的安全。 所以,因为有担忧,所以才会开这一次的峰会。 但是呢,各个国家也都了解说,他们自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项目,各个国家有要计划来保护核材料。 我们都很担心核扩散的问题。 在核武器方面呢,那么这个,现在有核国家是在防止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去拥有核武器。 那么从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想拥有核武器的这些国家,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会提出来,你们有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 那么这个西方国家,或者说是已经有核武器的国家,用什么理由和逻辑啊,去说服那些国家不要去获得核武器呢? 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说法? 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的层面。 一方面呢,所有事情都是不公平的,那有些国家永和,有些没有,有些国家没有核武,可是可能想要有核武,所以对话可能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想这里的重点呢,是要说服其他国家说,安全,整个安全的环境呢,如果说是我们放弃核武的话呢,是整体来说是会比有核武还要来得好的。 举例来说,伊朗和北韩,我们要向他们的领导说的,就是说,他们如果弃核的话呢,其实是会更安全,更和平,更稳定的。 如果他们有核武的话,安全情况其实是会恶化的。 这就是我们的说法,有很多国家呢,他们放弃了核武,放弃了核项目,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做到这样的决定的话呢,的确是可以带来安全。 那么,在尽量的防止一些新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在这个努力方面呢,还有一些做法呢,是会让人家产生一些疑问。 比方说,美国在印度获得了核武器之后,美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后来呢,是不是在去年,美国还和印度呢,签署了协议,要开展一些核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么这个会不会创下一个反面的,或者说负面的一个先例,让一些国家,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想, 虽然你现在这个制裁我,或者防止我拥有核武器,一旦我有了, 你就不得不承认,继承事实,承认我是一个核大国。 会不会就有这样一个负面的先例呢? 当然这个是现在大家讨论很激烈的一个问题, 印把两国发展了核项目, 那么美国也等于是承认了他们是核大国。 但是在国际社会当中呢,有一个共识,就是说, 印第呢,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所以他们拥有这个核项目呢,拥有核武。 最后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最后能放弃, 但是现在呢,就先接受,暂且接受了。 当然这种情况在伊朗的身上就不会发生。 当然这个问题呢,辩论是很激烈的。 印度呢,他们和其他想要永和的国家呢, 我们看待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问题还是会继续,大家会继续热烈讨论。 但是这次的,我们的目的是, 就是要希望所有国家都不要去发展核武。 可能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已经打电话进来了, 我们看看是他们有些哪些问题啊,或者是看法。 听众和观众朋友,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江天。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核安全峰会及澳湖会谈。 我们的嘉宾是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先生。 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 免费的电话号码是10810, 然后拨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呢, 您可能要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除了电话之外, 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的电子邮箱是 us 新闻 at gmail dot 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七档电视与广播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您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 张先生,你好。 你好,今天那个...